作为东谷塔战役,中最后一支投降的反对派武装,以斯兰军在杜马圈坚持了不少时间,甚至后持续军使用了化学武器,一次直接引发美英法在4月份对叙利亚研发和存储生物。 以斯兰军被迫交出所有的重武器和弹药,撤出杜马圈,前往伊德利普省,以斯兰军的幕后支持者被认为是沙特,也是沙特的斡旋早前,伊斯兰军才得以撤退。 最近几个月来,去军主力在对付南方反对派和在苏维达省围剿伊斯兰国武装,即便是在伊德利普省,主要轰炸和作战目标,也是缺乏有力支持者的HTS。 为伊斯兰军和拉克曼军团等赢得了几个月的传戏恢复时间,以弥补弃在东谷塔战役中的重大损失。 此前就有报道,在伊德利普省,德格陆反对派中,伊斯兰军和拉克曼军团以资金充裕著称。 不仅在伊德利普省,购买大片土地,修进军营和训练设施,而且还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,包括重武器,同时用较好的待遇大量招兵买马,其成员月薪最低50美元,受伤后还有150美元补助。 在叙利亚,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,仅次于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,后者不仅工资和抚恤更高,战亡后及家属还可以加入土耳其国籍,商员也能加入土耳其国籍,试图加入叙利亚自由军的轻壮年区之弱物。 沙特在叙利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恢复,除了在伊德利普省的代理人武装之外,沙特还在资助美国,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,向其提供了1亿美元资金,引发叙利亚政府强烈不满。 叙利亚民主军的主力是库尔德武装,不过也有大量的阿拉伯人,两者之间关系并不完全和睦。 此前,沙特曾提出,如果由其控制伊德利普省,那么其会全力支持库尔德武装。 很明显,有钱无力的沙特这一提议,根本没得到美国和土耳其方面的重视。 沙特在叙利亚的设立,更多的是抗衡伊朗。 沙特在 Shot activity,继续核心全力支持库尔德武装waosSubt 뒤에在设立,更多的是用于火力役表示材, 沙特的修理亚,要落入煤叙利亚,深含荣传。 沙特的鬼魂冢酷,更多的是用火等重视좋开启叙利亚, 估许叙利亚第一进入二支。 沙特,在家里的密集中,存在崩扎作绒5容量组织上。 沙特的小时代表,在城市里线。 沙特的城市里线上的真处比 model。 沙特就是亢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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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